時間到了,我就正式開始,沒有組織了他 今天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隊 鄧鑿輝,林彪 另外,我還有組織了英明的英美,我也到現場 待會兒,我為了演講對你流暢的,就我一個人來講 第二,我問了一下,我們組織分別,針對他所做的一關,可以分別,深入來交流 我們來看下面的介紹 正式講之前,我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會不會解決 我們這個團隊,過去20年,一直在網絡方面在做聯合工作 我們最近開始,由於林彥珍的風景,開始就到了林彥珍這一塊 我們從網絡底層網絡這一塊,來更多的支撐林彥珍的利用 把他的性能更高,不高他 我們現在,坦白說,一直參加CupyCup的會議 在這塊的紀念裡很多,大家多多指教 簡單,我來問一下,其實這個話題今天,上午下午有很多人在講 我想從我們自己來一起談一下,什麼是林彥珍 我們都談了很多了 如果想和這兒,我講幾句中國主話 第一個呢,叫,自恩自念不自信 幾次,啥都不行,自恩自念不自信 第二,咋班呢,不自信 聽其言,觀其行 口令和證書都不夠,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去,不光知道他的身份 還要不斷去驗證,要觀其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看到 由於安全能力突出,我們就可以看到明星人 在各個理由都的利用 以前叫,叫,這個,這個,那個 一個,這個,那個,英特在叫Ibys 現在,這個,林彥珍加Ibys 可以看到,林彥珍的網絡,林彥珍的容器 林彥珍的Sumse Mesh 林彥珍的微分段,林彥珍 進去給Pys,等等等等等等 各種各種這樣的怎麼樣 实际上林医生本身没有明确的定义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实际上林医生加入是这样的状况 如何做到这个林医生呢? 其实挑战非常大 主要原因在于身份的泄露非常好便 做安全的状态 百分之五十个安全问题的来源 都是来源的身份的泄露 第二个是东西横向的空攻击 已经非常重要 以前是林医生的 通过服务器的漏洞进来 直接就拿到服务局面 这种已经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困了 现在可能基本上是通过一个 不太关键的client出来以后 在不断地横向移动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权限 最终经过洛杆跳以后 达到最后的一个目的 所以东西横向移动的东西 非常容易 你如果林医生的这样一概念 你希望做到什么 我这里面用了几个词 都叫限制 实际上是 你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希望做到 通过林医生的能够限制 限制生分泄露的影响 可能做不到百分之百 生分泄露的避免 如果我们泄露 把限制的影响 尽管减少要限制 第二 限制的影响不能进去 可能不能百分之百 避免进来 也不能百分之百避免 我们尽管尽量的限制 一旦发现 能够立即阻止 基于任何时期的一些方法 这时候整理了一些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 我们希望有能够一些action 希望能够做一个事情 下面那一套是 它是实际上 任何一项的不足备 完全打当林医生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认识希望 属于下 尽可能的上 你怎么说尽可能的上 比如说 持续的验证 对所有通讯 双方都要验证 都要加励 有的身份验证以后 还不足够 还要 不断的更换 轮换 证述文医药 同时 要把 网络活动范围 或者是业务活动范围 尽量的缩下 缩下到 只允许方便 方便室内 比如说 无一分段 有基于网络的为分段 有基于服务的为分段 有这么多行动以后 实际上 完全的名字 也许无法达到 仍然需要在 性能 可用性 另一方面 需要 有些平衡 那么 在余研生领域里面 我们看到 他的领域的架构 甚至很方便 从最顶重来看 余研生的系统 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弹性 可管理 可观测的东欧化系统 从余研生的应用来讲 我们希望这个应用是有一组小 独立的 从网络的服务来构成 我们看到最 编上这样的 最上面是一组的服务 最 马上乘的 黄色的服务 其实 就微服了一些 依赖了 比如原生的各种 基础架构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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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DevOps、Algo、充填整个东西,各种各种热门的手机卖室 这个就是由这样一些基础架构构成的原生应用的基础架构 这些基础架构合在一起,或者在这些基础架构之间 这些基础架构构构,如何增加起的使得上的一些应用 一个无感知的做者尽可能多的民生认证 这个是林源生的民生人所需要考的问题 必须要在各个场面去考虑 我给大家的 词告的主要式程度 然后容器网络以及乌尔河这个程序来看,如果去提供零星人的通行方案。 其他方面,包括像容器的零件人,应用产品的零件人等等, 可能上网下网都有其他非常不明,都没谈到, 那今天主要是从这个网络这场面,从乌尔河来才跟谈, 如果提供零星人的通行方案。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方案,其实我们前面上一道书来讲的, 这个AX,始终是原则上是要做持续的验证,要做通行的讲解,要做双方的互认证, 要对证书和密码的文化,要尽量缩上互封化改为文化。 那么这些行动案,落到容器网络和ServiceMatch上来看, 它相应的,也有它相应莫的一些措施,说我们对容器, 对网络,对服务的Match,可控制性。 那我们,当你可能不光是对网络的加密, 不光是这个,这个Handpoint 的加密, 和Node 之间的加密, 我们可能要更新的意思说,到Session 的加密, 和Session 的加密, 那不是更新的说到, Cession 的加密, Cession 的加密, 你要绘画的一个文化, 对微乎的一个文化, 因为要去到这个程序。 那么, 这时候,我对前面,我们讲, 林先生和宁源圣证讲的一个关卡, 那么DZ 关卡,DZ Action, 我们看,如何在宁源圣证这个技术价格上面, 来提供一下一些, 就是这些X的, 具体变成我们的一些系统, 跟我们的一些产品, 跟我们的开源主机, 嗯, 嗯, 我们看到, 它在最边上, 就是书吧, 我们谈到宁源圣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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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谈到说, 基本上,大家大胆的能力, 会逐渐迁移到书吧, 我们的态度上, 那么多呼网多, 是不是已经很好的, 成功了, 这样一个, 理音信任的, 理成的, 理音信任交通, 应该看到, 还是有一些, 缺陷, 一些缺陷, 因此, 看到, 这个, 因此不断地说, 一些新的一些, 方向, 新的一些路线出来, 比如说, 因此, 我们在这个, 新的方面, 不尽难易, 因此, EBPF, 大信722, 什么东西, 无论EBPF, 还改造这个, CNNNASH, 我们也看到, 编车这样一个, 什么是对, 用户的耗力处载,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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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错误, 等方面, 都还是, 有些影响, 在, 部署, 新的方面, 造成了很多问题, 我们, 从去年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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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模式的出现, 那么, 看到, 这些模式的样子, 实际上是, 我们一些, 技术支撑这种样的时间, 比如说, 我们把, 老师, 原先是在, 英文的, 并且有编辰的问题, 我们, 专营了, 做过很多的, 这个, 这个, 本同用本来, 实际上是, 并且有点比较成熟的, 论者是, 实际上上面, 可以用来, 实际上是, 能够比较高效的实际上。 所以, 能不能够把老师的功能, 下墙道, 寸案里去做, 而不是放到, 并且有点测试去做, 每当, 放到, 并且有点, 我们可以看这个, 上面, 这个, 起立在哪里,把神圈再撤去 那到3000对一位在里面对资源的资源 性能下降,延时的增高 甚至还要做L4的资源,做代理 这个情况就是在十几年前做L4的代理 L4出来就像是不可想象或是不可接受的一件事情 L4的那样的资源还需要做代理 这是不可接受的一个延时资源资源 所以L4的这些东西是不能够下降到生亡 就是一个,我甚至认为这个 华为东西做的KMash 把部分的L7也下降到KMash 实际上总是严重自然这样的提升性 这样一个原因 同时还大量提出 如果把L4,如果仅仅是L4 我们下降到生亡以后呢 实际上对POWER就没有清晰性 我们原先叫POWER的清晰性非常小 但是它仍然有 仍然有,当规模一样大的时候 这么一点点清晰性 实际上都已经 在某些时候在规模比较大时候 比较难以整理 可能几十个POWER 一百磅之内可能还好 但是你达到几百磅之内 这么一点点清晰性 它的升级不舒服 它的用力 它的硬度 它虽然在用力 其实难以接受 所以如果能够下降到生亡 清晰性 方向性能够面接受 清晰性的话 完完就能够接受 第二点 减少对话带 这个实际上是L4的解决 这个奥克斯坦的设计 非常提倡的 非常提倡的 我们讲的 高准的维使用的这一块 实际上是经过了 三次连接 三次连接 才最终的打到另外一边 这个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这一块 是不是能够 解决上无法带来次数 解决上 无法带来次数 那后面来 这个时候 就是EBP 内容的一些性能增强 解决增强 解决的用户可差略 在构设的 在一共的EBPF 这样的用户 将这样的研究技术进入进步 使得我们的服务网络 是不是能够 可以一样的技术出现出来 减少清晰性 净量 套 服务技术架构 我们做了几标 减少延迟 减少耗资 减少耗资 这是买乳烟 买乳烟 服务网络 一个目标 你们看了 有很多个方案 但是 这实际拆开来看 其实 没有一个完美的准备方案 不是说 原先的这个 有一个个 也没有 只好 目前来看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析 最多 实际上它对不对 一个信用场景 比如说 我们讲 这个 它的科学 科学 是 在 在 方面 所有人 都做得好 但是 它也有它的问题 它也有它的问题 但是 比如说 我们讲 它的新能力 做得好 但是 它 在 在 在 它 是 那么一切 安倍 又是一个 竹筋 竹筋 那 看不到 我说 还是看不到 残像 比如说 我们场景就是 几千个 那 它是个 成熟的 我们场景就是 几十个 它是个 成熟的 我们场景是一个 对新能量 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一场 它是 分别 分别这三个 不是 一种 一种 那今天我讲的是 其实 如果纯粹从软件 software这个角度来看 也不太可能 把这些 信心顺序 重新去变化 因为 还是那句话 没有免费的午餐 没有一个东西 能够所有的场景 全部适用 如果 条件是 如果所有的外部因素 都没有变化的话 不可能 有一个全部都满足的 但 今天我讲的题目的是 它的DPU卸载 有了 另外一种 易购的 算力的加入以后 是不是有可能 我们把这些 这些items 能够尽可能 多地去满足 因为我增加了 我的成本 改变了游戏的规则 增加了一些 新的一些 这个算力提供者 那么是不是能够更好的满足这些条件 这是今天我讲的一些 这个主要的一个思想 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service mesh 对这个影响 其实还是有很多场景 今天我也听了很多专家的一些报告 其实有很多的场景可能 还不愿意迁移到service mesh 这样一个架构 不管是历史的包袱 还是SDK的影响 还是说这个service mesh 可能还不支持类似UDP 不能很好支持UDP等等 这样的应用等等 各种因素 不管是由于哪种因素影响 其实service mesh 还没有 比如说百分百通知 还有很多场景 没有必要 或者也没有可能 部署服务网额 但是安全总是需要的 安全总是需要的 那么在没有服务网额 只有容器网络这样的场景下 灵性认等同性如何去保证 如何去保证 如何在加密的容器网络隧道里面 去提供服务可感知能力 验证服务双方的身份 这个是我今天讲的 第一个topic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下面两张图 分别是这个 OVS 和这个 Colico 它的一个架构 其实架构类似 基本上都是 在这个namespace里面 POD 通过这个POD协议站 出来以后到OS 或者到Colico 这个路由出来 基本上这个流程是类似的 那么现在 在容器网络提供这个 加密隧道的方式呢 也是类似的 就是在初接口 做一个IPsec 做一个node 到node的一个隧道 做一个node 到node的隧道 那么节点间 通过 比如像OS 通过IPsec Colico 标准推荐 WireGuard 通过加密隧道 传输容器的数据包 但目前的这个 标准的开源实现里面呢 在host的初接口 IP隧道里面呢 不提供对容器数据的识别 加密 它是提供对node的这个加密 但是不提供对容器数据的识别和加密 也只能提供 基于Pod IP 来识别 负载工作身份 这里面实际上就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你不能识别容器 所以就不能识别这个服务的身份 如果你通过IP识别工作负载身份 实际上IP实际上是 是比较容易被修改 或者说 在一些 一些这个 场景下面 比如说这个 一旦服务中断 和这个KBIS API Server服务中断 导致这个 这个开源实际上有很多讨论 导致这个IP的Cache 刷新的缓慢延迟 可能导致这个身份不明白我用 等等这些问题就容易发生 那么 有DPU 我们把DPU加入进来以后 能够做些什么改变 如果没有DPU 我们刚才讲的Cellium 或者说这个Ambient 各自从各自的角度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了加强 但加强同时呢 它也损失另外一块 所以没有一个完美的Solution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了DPU 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算力 它能做些什么变化 我们首先看一下DPU 它能提供什么能力 这是这个 业内算是最好的一个 NVIDIA的一个CPU的一个 内部的一个结构图 那么 能力非常多 那么跟我们这个 网络相关的一些东西呢 包括 overlay网络的一个加速 各种隧道 包括这个连接跟踪 包括 跟可观察性相关的 各种数据流的采样和统计 包括这个零星认的基础 加密 密钥协商 这些能力 IPSEC TOS 数据加密传输 公钥加速能力 那它这个能力非常强 它本身是硬件实验 所以做到这个 硬件100G 限速 加速 那么 公钥协商也是专用 专门的这个 芯片能力来处理 那基于DPU来做这个事情以后 那我们看零星的原生服务架 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想 由于有了DPU 我们希望 我们的这个目标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目标 先定一下 既然有了硬件 异构计算能力的加持 我希望提高整个吞吐 提高整个吞吐 降低延时 这两个目标 不一定是一样的 不一定说这个吞吐提高了 延时就降低了 但有时候 吞吐提高了 延时没变 但我们希望既提高吞吐 又降低延时 第二个呢 是这个 部署这些方面的考虑 希望还是能够 有 与Eastia的生态 能够兼容 由于Ego算力的引入 整个 全部打乱了 这个就没法去采用了 第三个呢 增强或者保持 至少要保持 安全性 最好希望能够增强安全性 第四个 今天提到 有很多场景 实际上是 不能或者不需要 不可能或者不需要 这个编车的这样的场景 我们希望能够支持 这样一个场景 最后一个 其实今天各种 各种会议上 各位专家都提到这样一些需求 就是我们的服务 和云原生的技术架构 能不能解忧 原先这个编车 编车说的很多 大家觉得天然认为 编车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架构 实际上最终 push到用户那边去以后 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架构 编车并不是天然的架构 用户 最好希望看到编车就不存在 Pod 就是干净的一个Pod 你的基础架构能提供什么能力 是你基础架构运维 需要考虑的 最好是什么都能提供 所以服务和云原生的基础架构 希望能够解忧 那这里面的挑战是什么呢 第一 服务可感知 对于服务可感知 第二 就是安全 如果破防了 Bridge 它的影响半径 至少 或者说 能够局限在原先的编车的半径 一样 原先编车的影响半径还是比较好 就是它的一个Pod 被攻破了 它的影响半径就是在Pod 它不会去影响其他的Pod 不会影响Pod 不会影响Pod 不会影响Node 那你引入这个以后 你假设被攻破以后 是不是还是只影响这个Pod 当然你Node被攻破 或者CA证数被攻破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就讲这个Pod被攻破以后 是不是还是只影响这个Pod 这个很重要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 现在的这样一个 这个标准的一个 这个 引火编车的一个架构 Service 报人出来以后 经过几次协计站 从编车 然后再从CNI出来 那我们加上DPU以后 首先第一步讲了 就把CNI给卸载下来 就把它的网络 四层网络能够卸载下来 Overlay网络 Underlay网络 都卸载下来 这是DPU 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就跟我们现在的Ambian有关系 跟我们Ambian有关系 那有两边都做这么多代理 我是不是能够利用Ambian的这个模式 不做这么多代理了 我把这些能力 绿色的模块是其中的各种能力 四层能力 七层能力等等 把这些能力集中在Ambian的这个网关上面 这样的话我Inware就不需要了 Inware这个编车就不需要了 编车不需要了 意味着我的服务与原生基础架构 结偶这个目标就实现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Pod里面 没有CNI 没有Inware编车 甚至在Node里面 甚至都没有ZTunnel 那么在DPU里面 我要希望充分利用 充分发挥它的能力 我们在这个Node的这个节点上面 把L4的能力 甚至部分L7的能力 以及L4相关的可观测的能力 全部卸载到DPU上去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条虚线 就是说如果是纯粹L4的流量 或者简单的L7流量 直接两边无代理 直接连通就可以了 两边DPU直接通过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对延时的提升 对延时的降低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那如果是复杂的L7流量 我们还是走中间的Ambit 这个网关这一块来处理 那这样的话 整个host 整个host 这个Node上的功能 就非常非常简单 内核走离变协计站 也没有变车 非常非常干净 大量的功能 大量的这个需要处理的这个逻辑 全部转移到基础的基础下面 转移到DPU上面 转移到这个Ambit的Gateway上面去 这样整个架构就非常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实际上 我们不仅仅是为了简洁性 简洁性它一方面 会带来运维的方便性 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带来性能的提升 吞吐的提升 和这个延时的降低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目标有没有打到 都下来了 还能做到服务可感知吗 安全破防的影响半径 会有变化吗 这两个挑战我们有没有解决掉 如果没有解决掉 那至少不安全 不够安全 不够安全 这个就有代价了 这个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好 我们因此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基于POD的IP隧道 IPsec隧道 这种传统的IPsec隧道 是在出接口 出接口 那它的这个 是基于Node Download 那我们在这一块 实际上是基于POD来建立隧道 那Node和Node之间会建立多条 基于服务的隧道 服务的身份 是由这个数据包转到DPO上去 所带的这个Virtual Function的接口ID来标示 不再由它的IP来标示 你改参IP都没有用 修改IP没有用 它的Watch Function ID 是随着这个数据包 在DPO全流程保持不变 全流程保持不变 全流程保持不变 这个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建立了 这个基于VFID的 服务身份识别的这个IPSEC隧道 那这个IPSEC隧道 它的这个密尔协商 我们还是采取标准MTS 这样的话更意思 整个这个生意体系是兼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第一点呢 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建立了 不可识别的这个 容器网络隧道 第二点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它的安全 破防半径 这里面实际上是有一个 之中 有个TRAWF 就是说 我们没想好 还有没有更完美的方案 现在想起来 现在只能是提供的方案 感觉不是太完美 其实还是没有做到 百分之百的服务 和基础设施价格的结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身份验证这一块 为了缩小它的半径 影响半径 我把身份验证 还留在了泡的里面 如果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也不是不行 比如说把身份验证 我都拿到DPU上去 全部由DPU来做 那么这要会带来一个 安全影响半径的一个扩大 你如果这上面 发生安全问题泄漏 那整个node上 所有这些POD的身份 都会被泄漏 也可行 但是如果是说 需要更安全 那我们觉得 可能还是把它 留在POD里面 可能会更合适 基于上面这个方案 我们做一些测试 下面给大家 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测试结果 这是我们这个测试床 写的比较详细 服务器呢 是用的神之数码 这个自由品牌的这个服务器 是基于华为的昆蓬920 也就是ARM 那它这个服务器呢 是2×48核 2.6G 那DPU呢 是用的NVIDIA Bluefield 2 然后在这里面呢 TSO和这个ARMv8的这个 加密扩展指令集呢 缺省的使能 IPERF呢 发送4到8条TCP流 根据这个 这个 这个爆肠大小 绑定在一个核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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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是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图吧 这种测试图 那 结论呢 是 在一个核上 对加密TCP流的吞吐提升 达到了1.8到23.5倍 为什么会这么 跨度这么大 下面可以看详细结果 因为 针对不同包场 它会有不同的加速比 不同的加速比 这个 左边 对 左边 左边就是这个 没有用这个DPU加速的 右边是用DPU加速的 这样一个 那么这个 DPU加速呢 实际上是没有用 没有用这个Ambient的模式来加速 就是 纯粹就用DPU来加速 我们可以看一下详细的性能 那这里面可以看到 随着包场越大 这个加速比越高 那么 如果是256以下 可能只有不到两倍的加速比 如果达到8K Message size 达到这个8K的时候 可能有23倍的这个 提升 那 在吞吐提升同时 其实CPU利用率 又大幅的下降 那当然在小包的时候 CPU利用率 提升非常多 达到40% 大包的时候 CPU利用率就 变化不大了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iPref呢 使用了10%到30%的CPU 如果把这个CPU利用率指标 考虑进去 让我们的1.8倍到23.5倍的加速呢 可以换成成 3到24倍的一个吞吐的提升 这是一个 容器网络 有和没有DPU的一个 一个性能测试的对比 那这个呢 是我们测试这个 测试 前面这个测试呢 实际上没有IPSEC 这个测试呢 我们把这个加密 就零星的这个IPSEC加密 这个放进去了 测试床还是 基本上都一样 那只是把这个 MTS或者IPSEC 放进去 那它的提升是什么样 那基本的结论呢 是这个 3到5倍的TCP吞吐提升 这个 4个核子 我们也测试了4个核子状况 4个核实际上是 这个 会有些下降 1.5到4.1倍的一个提升 我们这次可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一个数据指标 那对于单核TCP 其实我们也测了不同的 不同这个影响结果 那VXLAN实际上对这个 就VXLAN的配置实际上 对这个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 一配上VXLAN 吞吐实际上降低了90% 其实 MTS实际上 这个 对吞吐的影响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那分析原因实际上是 VXLAN一打开的时候 实际上 TSO就 不能工作了 那 TSO实际上 对 比这个MTS 对吞吐的影响更大 那在多核的时候 内核协议站锁 对性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影响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这个 这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结果 所有的手段 全部用上 包括这个网络的卸载 这个零星人IPSEC的卸载 MTS的卸载 包括这个编程模式 转到安便的这种模式 那最终的一个环境 就是右边 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的环境 最终目标的一个环境 就是各种能卸载的 全部卸载DPU上去 然后呢 这个完全解锁 完全解锁 那 那个POD里面没有这个DPU 这个可能图画的不太对 这个图里面应该是 POD里面应该是没有 没有这个硬位了 POD里面没有硬位了 那么 测试的硬件还是一样 那我们测试的这个软件呢 从这个IPERF换成了GEMETER 因为IPERF主要测TCP 那我们测试这个环境 我们因为在服务网格场景下呢 主要它是HTP流量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GEMETER 来测试 那GEMETER它主要 主要是测这个QPS 我们让GEMETER 发送50个并发流 那我们在 在一个核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QPS 有4倍的一个提升 延迟 50%的降低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延时 基本上都是提升一倍 从20多毫秒 降到10个毫秒左右 这个原因 一方面有这个硬件处理性能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也有它这个 代理次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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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QPS 也基本上提升了一倍 在不管是256直接长 还是8K直接长 QPS都有 一倍的提升 那么CPU的Usage 就是CPU利用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也 也 也有 将近一倍的一个降低 也有将近一倍的降低 那么 换算过去以后 就是说 差不多 就是两倍的QPS提升 同时CPU利用率 还降了一倍 那么换算成一个核上 差不多四倍 QPS的一个提升 四倍QPS提升 那 这里面呢 其实呢 分析到最后 我们测到最后呢 发现一个现象 或者结论吧 这个对我们今后可能 下一步工作实际上是有指导意义 就是80%的CPU呢 实际上是被 因为的七成给消耗掉了 就是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最 最右下角这张图 就是User模式和Kernel模式 CPU的利用率的一个 一个柱状分析图 80%的CPU 实际上其实都是被 因为的七成 应用态给消耗掉了 协议站 消耗的并不多 这个也符合我们的尝试的理解 就是 四成协议站 相对七成的解析 相对七成的规则来讲 七成解析 七成的处理来讲 都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那么七成的各种流量治理啊 各种规则的匹配啊 非常非常复杂 那么我们实际上 不光测了这些 实际上我们还进一步测试了 这个 这个 POD数量非常非常多 达到几千个的时候 它的规则的影响 这个程度 那实际上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提升的方向 我们也有些初步的结果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 想去交流 好 谢谢大家 我这边有个问题 呃 就是我们 呃 大部分的所谓的资产嘛 都是在公用云上 就是说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在公用云上 去做流量治理 尤其是东西向上 它这个流量镜像的成本很高 就是说 这是其一 然后其二的话 就是在引入服务网格后 我这个流量的流量镜像的一个采集点 也有相应的变化 就是说在这种 第一个是在就是这种架构变迁过程中 我应该就是如何说 呃 去评估一下这个安全和成本之间的问题 我我尝试 理解一下你的问题啊 这个呃 是关于流量镜像和安全性的问题 是吧 对 并且尤其是在传统的一个架构 到服务网格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中 我该如何去做 我可能需要更多交流 因为我感觉我 我不是太能很好的理解和回答 因为服务网格和流量镜像好像 不太是个结合的关系 就是我不管服务网格怎么变化 不管怎么 可能这个流量镜像是是是完全不管你这个流量去哪里 我是全部要要按照采集规则采集过来 对吧 就不管你上面部署的是什么网格 是什么网络 我全部都采集过来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一个 呃 这个 比如说 就是说从 我举一个例子 可能过去的话 我可能在NG测去做流量采集 但是现在到服务网格上 我可能要在node上 或者说 通过那种 在pode的那个vice网卡上 去做流量采集 了解 了解 就过去可能就是 这取决你关注的这个安全点不同 造成的问题 对吧 就过去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南北的安全风险 现在关注东西向不光是安全风险 可能还有这个服务治理啊 服务质量保证啊 所以你需要在 在东西向的各个节点去采集这块 我感觉好像有点重复啊 就是说流量采集和 因为和这个本身node的 包括服务的和关注性 它里面有很多指标是 是是是是是相同的 对吧 但可能有些指标是不同 但是但从 从服务网格或者从这个东西的角度来看呢 如果如果东西的流量非常大 你在每个节点上都采集 我觉得可能 会把流量都进向过去啊 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处理不过来 所以所以 因为你流量采集上是把流量搬过去 是吧 但是我们做啊 这个可观测性呢 实际上是只是把观测的指标搬过去 这个数据量要 要小很多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适 就是说 我想 我的想法是 可能在东西这样做流量采集 可能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 还可行 在所有的节点上都做采集 是不是成本上承受不了了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 你刚才也讲到这种DPU架构下 它是不是能cover住更大的一个范围呢 就是从降本的这一块来看 你意思说用DPU来做流量采集 是吧 或者就后面的一些 因为你会上一些policy嘛 做一些policy的一些 可以 这个肯定是可以 但是 我的想法就是说 不在于采集点能不能承受 而是在于你采集过去以后 因为你被采集的东西多了 你后台要处理的这个能力 就非常非常 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器来处理 就是DPU也好 或者说你在 你在任何一个交换机端管上去做采集 应该都可以采集 其实都可以采集 那只是说 如果所有的node 东西像node都采集 你后台可能承受不住 谢谢 这个后面还有一位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一套方案有在生产环境下落地吗 抱歉 还没有 目前我们找一些客户在谈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说 这个对硬件的需求啊 就是说是得 你说的是对服务器的需求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这个项目特别关注的一点 就是要兼容Institut生态 不能对 所以对服务器 需求应该主要是对内核版本的需求 现在我们一个是对内核版本没有需求 第二个呢 因为我们引入了DPU DPU对服务器呢 其实硬件版本 软件版本其实没什么需求 它主要是对硬件需要一些功耗啊 这个能不能插进去供电啊等等 这些方面有一些需求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刚说了很多四层七层的一些的 你们的就是一些纳管对不对啊 就在DPU里面 你们的话就是说这个功能的话 然后就我怎么怎么说 我怎么感知到比如说我破的创建 或者是删除了对吧 这些信息的话怎么跟DPU来去交互呢 你们现在有公开的SDK或者什么的吗 这个会遵循标准的Institut的SDK IPI来做 比如说我刚刚提的问题挺好 其实我们这是屁不屁不屁没有摄取到 就是对DPU的纳管 其实也是通过这个KBS来进行 会专门的KBS DPU的cluster 好 好 谢谢我这边 您好 我想自愿您这边在那个D视眼上的这个目标 有没有 好像看到最后一个图 有一个视眼是10毫秒左右 对 但是它和一些内核加速的方案相比 我们看过很多食言包括春土的一些测试 像我这样把这个关键的这个测试床的各项详细都列出来 基本上没有 就是他们的这个 我也看过 包括SALIM 还是 还是CTO 官网上 专门谈到一点就是 所有的测试 都一定要把测试床拿出来 才具有可比性 对吧 否则的话完全没有可比性 所以我这个指标 我今天看了很多其他的 这些方面测试 甚至几毫秒的 但是确实不好比 不好比 比如说我这个测试环境 它打了多少条流 它的这个规则数有多少条 这都完全都不一样 就是在您环境有没有哪一 就是业内核加速去验过 在我们这个环境就是我这个测试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由于DPU 对这个规则匹配的这个加速的影响 由于代理代理次数的减少 整个这个延迟降低了50% 但这个里面其实 对 就抱歉 这个里面谈的不对 这50%的延迟降低 那是指一条规则匹配 就是就完全是这个 这个代理次数减少 DPU的引入到这 如果说你整个 这个编车数量很多 POD数量很多 这个大量的路由规则 那这个延迟 我们有一个结果 那个提升非常非常显著 好 谢谢 老师您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 嗯 现在就是正常情况下 一走向软件的话 是它的控制面和数据面 数据面通过三大卡嘛 这样去实现 那现在我们 DPU 这块相当于是一个集中式的 或者一个共享的 集中起来之后 那我们数据面的一些 开发的一些能力 你们是烧到这个DPU卡里面的 还是演示的 是怎么实现的 啊 这问题挺好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的能力 分成两块 一个是L4的能力 一个是L7的能力 L7的能力呢 就是标准的Ambient能力 就是纯粹软件能力 但因为它不太适合 在这个硬件上面去跑 当然有些基本的 如果想特别在意这个性能 也可以放到这个DPU里面跑 次程能力 我们就烧到DPU里面去做 所以也不叫烧进去啊 你的本身这个DPU是可编程的 就随时可以像 像软件一样下载下去 就相当于4层的话是 硬件本身卡是用 我看刚才是用 英伟达是吧 然后你们再去做一些 开发是吧 在上面 对 它本身是一个P4的一个引擎 可能做网络的时候 别了解 它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引擎 但是你们要做什么功能 是你需要自己去定义 去自己去编程 比如说它提供 它就提供一个连接跟踪表 你可以去deny 或者pass 但是什么样情况下 你去deny 什么样pass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安全策略 什么样的路由策略 或者什么样的负载均衡策略 这个需要你去定义 OKOK 好的谢谢 好 时间有限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 欢迎线下再交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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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